那你要想說 他是從坦克車裡面拉出來的 所以烏克蘭的大兵 聽到這一位俄羅斯大兵講的話的時候 大家嚇一跳 為什麼嚇一跳呢 這位俄羅斯大兵說 我是從海軍轉過來的 那他想說 什麼叫做從海軍轉過來的 你本來在哪裡服役啊 他說我本來的單位 是在俄羅斯的黑海艦隊上面 那這些烏克蘭大兵聽了之後更訝異啊 黑海艦隊上面 黑海艦隊 那你從黑海艦隊 那請問一下 你從黑海跑到這個哈爾科夫這邊來幹嘛 這個時候這位大兵呢 就回答 俄羅斯大兵就回答烏克蘭人說 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他說因為我們的長官告訴我們 現在看起來呢 在黑海隨便跑出去 會被這個烏克蘭的飛彈給鎖中 他的反艦飛彈如果一鎖中 那我們就很危險 所以我們的艦隊 現在都停靠在克里米亞周邊一帶 那停靠在這個周邊一帶 我們沒事啊 那所以我們的長官就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你們就通通調去支援前線好了 那調去支援前線 他說我是海軍耶 我本來是從事的 都是跟軍艦相關的事情 坦克我一點都不懂啊 他長官就跟他說 你不要擔心 我們會幫你受相關的訓練 那他就跟他長官說 受相關的訓練要多久 他說我們大概就只有給你 七天的時間而已吧 那這位大兵想說七天的時間 要學會開坦克 我怎麼應付得來 他長官就告訴他說 沒辦法 這是上級的決定 所以你就只能夠服從而已 所以這位俄羅斯大兵呢 就被從黑海艦隊 送到了哈爾克夫的前線去 然後教育他的七天之後 讓他上戰場開坦克 結果在開坦克的過程裡面 遇到了烏軍 然後發現他們全隊都被殲滅 所以他說他運氣還算好的 為什麼還活下來 因為他的同伴都死光了 那他反而是被烏克蘭大兵拖出來 導致他還活了下來 所以他狀況的樣子 雖然看起來還蠻悲慘的 你看這就是烏克蘭所釋出的影片 你看他頭上位 幾乎都是用繃帶繃起來 所以他狀況看起來很慘 但至少一條命是撿回來的 他這時候反而很慶幸什麼呢 他說烏克蘭人對我們 比我們的長官對我們還仁慈 這個結論一下完了之後呢 你要想說這個對於俄羅斯的士兵來講 如果他們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我覺得俄羅斯的大兵呢 他們可能投降意願會更高 普丁騎虎南下 俄羅斯已經快被戰爭拖垮了 所以呢他要找習近平搬救兵 那兩人呢 昨天終於在乌兹別克會面了 到底說些什麼呢 我們看到包括這個習近平方面 他就說中方願意跟俄方呢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呢 互相的支持 講得蠻空泛的 那再來呢 普丁怎麼說 他說俄中全面這個戰略的協作關係呢 穩固如山啊 然後呢 這個在中國的央視部分呢 都沒有提到烏克蘭相關的內容 但是呢 只強調俄國也是支持一中原則的 那另外在俄方的部分呢 俄方說堅持恪走一中原則 譴責美國在台海挑釁行為 那請教正浩 看起來兩人昨天外面上是各說各話 各取所需 那普丁有想要要到他的東西嗎 普丁根本就被習近平擺了一道 怎麼說 因為很有趣喔 這件事情是這樣 要先看栗戰書 栗戰書在習近平去之前呢 先去了俄羅斯一趟 然後去了俄羅斯一趟呢 講的話不找邊際啊 中國官媒完全沒有提這件事喔 是俄羅斯的杜馬議會把它公佈的 公佈呢 栗戰書的畫面 栗戰書說 這個俄羅斯啊 被逼到了牆角 所以中國對於俄羅斯的行動 充分理解 充分理解跟支持 我們啊 會在不同方面給你撤印 什麼叫撤印 搞不清楚耶 完全沒有說要什麼怎樣怎樣怎樣 之類的 為什麼我們覺得在糊弄 很簡單 2月4號的時候 普丁去了北京一趟 中俄 簽了一個中俄聯合聲明 他們在說 友誼上不封頂 在打之前是這樣子喔 上不封頂喔 要什麼有什麼喔 要錢有錢 要人有人 要軍備給軍備喔 現在變成說給你撤印 什麼叫撤印呢 加油也算撤印喔 講得好模糊喔 模糊 然後這一次呢 終於見到了習近平了 習近平跟普丁見完面之後呢 欸 央視喔 對於習近平跟 普丁會面的過程中 談到烏克蘭的事情 知智未提 完全不提 只說普丁支持一中原則而已 所以你看兩邊嘛 一個差別是 2月4號說上不封頂 現在的知智未提 也沒有任何承諾 然後在核心利益上面互相支持 請問什麼叫互相支持 都是空話 我傳簡訊幫你加油也算支持啊 幫你按讚也算支持啊 口頭支持 口頭支持也是支持啊 實際上支持也是支持 到底哪個支持 不知道 所以普丁整場 給3名嘛 有人把那畫面弄出來 普丁整場就盯著習近平 然後習近平就像做個壞事 眼神飄忽普丁 連正眼都不敢看普丁 這樣子普丁會怒火中燒啊 一定怒火中燒 因為被擺盜嘛 你原本從上不封頂 變成是這個相互支持 差有點多啦 差有點多 那有趣的事情是呢 中國壞就壞在這邊 我不只在這個時候丟包普丁 我還趁普丁病 要普丁病什麼時候 上和會就是要為了要跟中亞五國去做合作的 對 可是中亞五國的 烏茲別克啊 哈薩克啊 吉爾吉斯等等 過去被認為是俄羅斯的後院 對 後花源 中亞五國之餘 俄羅斯就跟南美都之餘美國一樣 對 這是普丁認為他有百分之百掌控的地方 結果呢 現在在挖中亞五國的牆角嘛 而且挖中亞五國的牆角 中亞幹嘛 蓋中吉烏鐵路嘛 中國吉爾吉斯跟烏茲別克嘛 中吉烏鐵路往哪 往中東走 然後蓋什麼 中哈鐵路 往什麼 往北 往歐洲走 所以對中國來說 我趁這時候把你後外人吃下來 得以為中國當老大了 當老大啊 對不對 所以普丁當然是像脫一個蒼蠅一樣難受啊 就是中國政府這樣的德性嘛 可是我問個很簡單的 那反過來說 如果中國這樣搞俄羅斯 有天中國打台灣俄羅斯挺不挺 不挺嘛 一定搞你嘛 在後面捅你嘛 扯後腿 扯你後腿嘛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戰爭 不只讓中國跟俄羅斯 都讓人家發現他們是歹腳 更破壞了他們兩個友誼 讓這兩個原本號稱兄弟的 產生了漢格 而這個漢格 現在對我台灣來說看到沒什麼 而有一天 中國如果想對台灣動武的時候 我相信第一個在背後捅中國的是俄羅斯 對我們看到兩人見面呢 普丁沒有要到東西啊 顯然是各懷鬼胎啊 耳魚我詐啊 但是普丁如果沒有要到東西 心裡肯定會不爽啊 來親王 如果說要不動的情況之下 他會就此罷休嗎 他就這樣要不到東西 然後只是板個臉而已嗎 後續可能會產生 中和關係會產生什麼樣變化呢 這種講台語有一句話 叫人哪衰竟不知道誰才貴 這句話用在國際關係上也是一樣 普丁當然可以不爽 但普丁是不爽你又能怎樣 他現在遇到的問題在這裡 為什麼呢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普丁是非常有名的遲到大王 他在過去呢 慣用遲到當作手段呢 去恐嚇一下其他國家的元首 他跟英國女王 剛過世的英國女王見面的時候呢 遲到14分鐘 14分鐘你想說這已經很久 很沒禮貌了對不對 他跟教宗2013年見面的時候 遲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想說遲到一個小時 這個人怎麼這麼沒禮貌 我告訴你還更誇張 2016年普丁跟安倍 剛過世的安倍前首相見面的時候 2016年的時候 他讓安倍等了三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普丁是慣性遲到大王 過去都是他讓人家等喔 結果這一次呢 最近也是剛發生的事情 最近呢 有兩個人讓他等 第一個是土耳其的總統愛爾斷 跟普丁見面的時候 讓普丁等 普丁在那個地方 手足無措 想說第一次有人讓他等 結果同樣的畫面 昨天又出現了 就是我們講的 他們現在呢 我們講說 他們要去開的這個會裡面呢 其中有一個這個國家叫吉爾吉斯 吉爾吉斯的總統呢 竟然也可以讓普丁等 你要想說吉爾吉斯這麼小的國家 以前都是俄羅斯的附庸國家 小弟耶 小弟耶 吉爾吉斯的總統 竟然可以讓普丁等 昨天的畫面呢 普丁也看起來也是手足無措 東擺右擺 手上的紙放到桌上去了之後 看看人還沒有來 再把紙袋拿起來 晃一晃之後呢 哇 吉爾吉斯的總統終於來了 雙方終於可以握個手 來個擁抱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當普丁在落摔的時候 即便他很生氣 但是很多事他也無可奈何 那更糟糕的是什麼 普丁現在最慘的是要面對 他的後院失火的狀況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現在有幾個國家 大家態度都擺得很直接 第一個哈薩克 哈薩克過去也是 這個俄羅斯的小弟喔 可是哈薩克講什麼 哈薩克的總統說 沒有美國的同意 不會跟俄羅斯 簽署任何的協議 這句話夠重了嗎 哈薩克 他聽美國話 意思就是呢 你俄羅斯要跟我在 談任何的協議呢 對不起 美國沒有同意的話 我都不會簽 這是一個 第二個更直接 我們講的後院失火 後院失火在哪裡呢 你看 這個我們都知道 他有兩個很重要的後院 一個是亞美尼亞 亞塞拜然 然後一個是喬治亞共和國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來 各位看這張圖喔 這個是俄羅斯 對不對 這個是喬治亞共和國 喬治亞共和國呢 以前呢被俄羅斯派兵打過嘛 跟他之間在這個地方 有奧塞梯的領土爭議嘛 結果你知道前幾天喔 喬治亞共和國呢 還在想說 我要辦一個公投 公投決議說 是不是要跟俄羅斯開戰 把奧塞梯的領土給拿回來 結果欸 各位你要想一件事喔 當你俄羅斯兵力強大的時候 你認為喬治亞共和國敢跟你開戰嗎 不可能嘛 結果他竟然提出要公投說 我們要可能考慮跟俄羅斯開戰 看要不要把領土拿回來 話講才沒有三天而已 現在喬治亞已經出兵要直接去 要奧塞梯這塊領土 他直接出兵欸 出兵是在普丁現在去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這算不算打臉打得很重 普丁現在面對的是 他在國際上 有可能受他軍事上的拖累 很多國家不但面子不給他 立志也不給他 那中國的部分呢 中國顯然這個習近平也是呼嚨他嘛 沒有給他實質的嘛 那之後呢會怎麼樣發展嗎 特別昨天的會面 習近平有讓普丁等嗎 昨天的會面更有趣 昨天呢你可以看到對習近平來講 幾乎是蹦著個臉 看起來很尷尬 因為習近平的表情呢 看起來就是心不甘情不怨啊 他想說來這一場之前 怎麼會想到你會打仗打得輸得這麼慘 這也就算了你去看喔 在栗戰書的那一場會裡面 他本來認為說你各位去看喔 習近平之前是人大委員長栗戰書 先跑到這個先去跟這個俄羅斯 現在海森衛先去拜會喔 栗戰書的見面各位去注意喔 他講說他們會給予 應該有的支持或測應對不對 這一大段話在中國國內的官媒 是一句話都沒有提 對中國的官媒一句話都沒有提 結果反而是什麼呢 反而是俄羅斯的官媒 通通幫你轉述 還幫你發成中文的版本 幫你給轉給全世界看 讓全世界說 你看中國支持我俄羅斯 所以你看雙方叫做四個字形容 叫各懷鬼胎 也就是因為各懷鬼胎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見面裡面 他們談最多聚焦的 就是在石油跟天然氣要架管線 可是你真的談到軍事上要支援的時候 對習近平來講 這個時間 現在俄羅斯已經處於天下共機 之大家都看著他的情況之下 我這麼明目張膽的支援他 你就看到誰講話了 美國的白宮國安會的發言人 科比講話了 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希望中國這個時間要想清楚 在這時間跟俄羅斯沾上關係 都是不好的 所以這麼明顯的一邊告訴你 直白挑戰 你最好不要跟俄羅斯有往來 他說現在不是正常交流的時候 現在不是正常交流的時候 所以對於這個普丁來講 或是對習近平來講 習近平聽得很清楚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即便雙方見面的 但是只有可能達成一個回去對國內各自做大內宣的一個新聞效果 但是要達成實質軍事上的援助 我認為這是有難度的 就在普希會的同一天 中俄海軍太平洋聯合巡航 聲稱要維護亞太和平 其實看起來這都是象徵意義 來金明哥 因為我們也看到 同一時間 美國也通過了台灣政策法 同時要對台 這個軍援65億美元 還是無償的 那看到這種情況 中俄兩國要拿什麼東西來擋咧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你才剛剛在執行完2022的所謂的亞太地區的一個軍演 不能耗了些國家 然後就去演 結果人數呢 是以前是20萬人 現在只剩5萬人 大家就覺得非常搞笑 而且裡面還有比較多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而不是俄羅斯軍隊 結果沒想到的 這一次的這個俄羅斯 為了顯示自己 說我跟這個習近平應該是有機會談判的 所以搞了一個 就是到日本海 然後區區大概四五招戰艦 叫做聯合巡訪 這看在國際間裡面是想說一件事 你到底在玩哪一招呢 那當然在這過程當中 我要先提一下 先談這個 所謂的這個台灣政策法 就是我們說台灣政策法之前 其實你會關心到今天 我在這個節目上就跟大家說了 習近平呢 原本可能跟普丁呢 是希望普丁在這個戰爭當中 有些勝利 雙方可以維持一個所謂的友好關係 但這次完全撕破臉了 你會發現到這個出席的這些中亞國家 完全不去談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 全部都在捧習近平 說習近平是這個 現在是新的這個 所謂安定的來源啊 然後支援我們大家 然後準備要替我們開更多的鐵路啊 做更多的事情啊 然後全在捧習近平的這個馬腿 基本上這一場會議當中啊 普丁做夢也沒想到 他是把雙手把中亞 整個就交給了這個習近平 那習近平當然也很清楚啊 我們說這個這一次的動作裡面 背後很大的動作 很大的意義就是 他要跟中國說一句話說 我現在不但是可以掌握普丁 我同時間呢 還可以掌握到中亞 延續我們未來在礦產 各方面的一個延伸 哇 習近平大獲全勝了 可是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習近平這次去中亞 他心裡是毛毛的 為什麼呢 這個因為我們在說 一個禮拜前就已經宣布嘛 習近平要見普丁嘛 那麼你沒想到就在 這一個禮拜 你知道拜登簽了多少行政命令嗎 刀刀往這個習近平捅 這個當他們宣布說 要去跟這個普丁見面的時候 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任何風聲 突然拜登一個資源 完全沒有討論 拜登突然簽了一指命令 在上禮拜三的時候說 以後美國絕對不能使用 中國任何的原料藥 跟這個我們說的血民藥 那你知道其實 美國很多的大型的藥商 他們都在中國社工廠 那麼中國其實很多藥商呢 也是把他的藥品呢 賣到這個美國 中國跟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 血民藥跟這個原料藥 也就是說他們大量的賺進 美國的錢 這一下去的時候 果不其然 當他們還宣布說要建普丁的時候 那一天喔 中國生計股大跌兩成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結束 那接著沒有就好嘛 那個就傳出來 那上海復興嘛 說虧了六千億嘛 對不對 所以美國悶不肯生 要了中國命 大刀砍向中國 你敢建普丁嗎 好我告訴你 我們以為就一件事喔 沒想到第二招更狠 就在這個簽生計之後 他又公布一個消息 那之前其實 拜登呢 已經在砍那個中國的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有關網路設備的一些 這個案件嘛 但這一次呢 他之前談說 只要美國企業呢 簽了去領了這個 晶片科技法案的話 就不能投資中國 他說一句話說 對不起 現在是要求所有的美國企業 如果你要去中國投資的話 對不起 全部都要簽下 都要先把這個條件 交給商務部 交給這個美國投資 投資的這個機構 判定你可不可以投資 而且還加了一句話 14奈米以下的這個設備 全部不准到中國 所以也就是說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拜登還直接宣布一件事情 你之後中國想要到美國來投資 每一件事情 我都要跟你審查 包括超級電腦所用的晶片 我通通不准賣到中國 所以這一次 習近平表面上 看起來中亞好像很瘋瘋瘋瘋瘋瘋瘋 亞洲國家對他 這個中亞國家對他臣服 事實上他沒想到 就短短的這一個禮拜裡面 拜登至少開了三支箭 刀刀對準 習近平行道 砰砰砰 這個精彩到萬分 我看習近平其實 怪不得他下飛機的時候 突然之間這個摔了一跤 他心裡想說 我不知道跟普丁見完面之後 美國還要用更多招數來對付中國 所以我們看到中俄兩國 還在搞那種象徵性的那種對抗美國 但是美國其實已經悶不吭聲 大刀砍向了中國 特別是在台灣政策法通過之後 我們的軍事專家就有說了 這將是LCS冰海戰鬥艦 轉移台灣的最佳契機 來真好 什麼樣的厲害武器 有可能就是說美國提供給台灣 但是我們看到 國內的藍營崩潰了 哇 幫槍中國啊 說這個是什麼 戰爭邀請法 美國掏空一中一中一台 中國一定會報復 對台灣不利 怎麼會講成這樣子呢 第一件事情大家都說 台灣政策法有修訂 原本把台灣列為美國的非主要北約盟國 這邊修掉了 狀況是這樣 因為非主要北約盟國 他們合作方面有非常多 包含日本 韓國 紐西蘭 澳洲 都是美國的非主要北約盟國 他們有軍事上的合作 政治上的合作 經濟上的合作 還有外交上的合作 那對於那個時候 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在修這個法的時候 他們有思考一件事 不要過多刺激中國 那我們認為 他們也認為 台灣現在最重要的是理直 這理直是哪裡 實質比較重要 實質 軍事上的合作 這是最重要 所以他把台灣列為非主要北約盟國 改為 把台灣列為在軍事合作上 非主要北約盟國的對象 聚焦在軍事 那種外交啦 政治那種東西 那就先隔一旁 相爭層面 行某種程度 某種程度 就打臉了 很多來疑的人在說 這件事會刺激中國話 你如果連這件事說 我們要武裝自己都刺激中國話 請問你想怎樣 他已經沒有觸碰美國的一宗原則了 對不對 這件事已經夠給面子了 你還要怎樣 那好 聚焦在軍事上面說 拿幾個 第一個 五年65億美元的 無償軍援貸款 哇 我第一次看到有不用還的貸款 65億美元不用還的貸款 真好啊 如果有這種貸款 你介紹小弟我一下好不好 我房貸也想要無償貸款 這65億元應該長什麼樣子的 65億元大概2000億台幣喔 應該是屬於是未來如果台灣在戰爭上我需要的時候 我拘援你的時候那扣打直接從65億裡面扣 對 不是真的直接給台灣65億 應該是處於這個效 那就很 那就很好了 現在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仗 美國不是給烏克蘭很多海馬斯啊 標槍等等的 那這些都要錢 這些錢的預算怎麼來 因為只有65億打底了 他們不用另外立法通過 美國直接從65億裡面扣錢 來給台灣就可以 這是一塊 另外一塊就談到冰海戰鬥艦 移轉台灣的部分 我不認為是冰海戰鬥艦 但我認為有提康德羅加級的神頓艦是有可能的 什麼意思呢 因為實際上他另外一個是說 把美國剩餘的國防資源移轉給台灣 什麼叫剩餘的國防資源 其實講白話文 美國有一些武器要退役了 對美軍來說不夠先進 可是對台灣來說先進的不得了 這時候台灣很需要 提康德羅加級的神頓艦這要退役 這時候台灣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一 我們可以等於有一列美軍就在台灣在這邊 對不對 美軍還提康德羅加級嘛 不會因為美軍退役提康德羅加級 就不是美軍嘛 我們只要訓練有數 我們戰力一定跟美軍一樣 對 第二件事情 提康德羅加級上面的資料鏈 武器鏈全部跟美國連結 嗯 未來打仗的時候 但是直接在直訓鏈裡面 是可以直接擊殺的 對 這很重要 對 沒有在什麼隔閡啦 系統不良啦 沒有 對就像烏克蘭戰場上嘛 這個北約 美國提供即時訊息 對 第三個 美國跟台灣 軍隊上做所謂的軍事訓練 民文化演習跟兵推 那兵推我們本來大家都知道 漢官兵推就有老美的參與 演習就很有趣哦 每一次環太平洋軍演兩年一次嘛 每一次都說台灣要參加 最後都沒參加 未來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我們是有法源依據參加環太平洋軍演的 那這件事情對台灣的軍力就會再上一個程度 我們等於可以直接跟美國去做陸海空的協同作戰訓練 這對台灣很重要 這件事情當然對台灣是好事情 我看不出來哪裡是壞事 好 整個民主世界抗中格局已定 但是呢 國內的藍白陣營呢 還是要靠向中國嗎 對於保台意志啦 藍營的候選人態度曖昧啊 口頭上說會保 但都沒有實際的行動 時不時還要嘲諷一番嘛 像柯文哲是這樣子啊 那我們看指標了台北市長這一站 候選人好像連表態都保留耶 我們看到正式講彎 他就說呢 因為最近大家在講的所謂的不承諾 不投降承諾書嘛 那就要一些政治人物簽啊 那講完接受訪問 他就說啦 台灣人民碰到被侵略 沒有人會投降 那要簽這個幹什麼呢 為什麼要簽呢 我是覺得很白痴啦 清皇很白痴嗎 還是他猶豫保留了咧 我只問一件事情嘛 就是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你認為在台灣人裡面 真的都不會有人投降嗎 或真的都沒有人是內役嗎 至少從烏克蘭跟俄羅斯開戰裡面 烏克蘭光是為了抓內印 光是為了抓內鬼抓了幾次 抓了一堆 不但抓了一堆 而且特別為了要抓內鬼呢 這個基輔還宵禁了好幾次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這就是真實戰爭 兩軍開戰的時候會發生的事情嘛 所以他為什麼會一開始就下一個大前提 說沒有人會投降 至少在國內 我想很多人看起來 即便我們的觀眾在看 你都會對有一些人是有疑慮的嘛 所以為什麼會去講說簽一個不投降 承諾書是很白痴呢 那如果簽不投降 承諾書是很白痴的話 我請問一件事情 國民黨過去在主張要簽兩岸和平協議的人 請問這個行為白不白痴呢 至少 至少從烏克蘭跟俄羅斯開戰這件事來看的話 請問烏克蘭跟俄羅斯之前有沒有簽過類似和平協議的東西 有啊 請問之前2014他們簽的明斯克協議算是什麼東西 明斯克協議叫大家講好說兩邊就停戰 兩邊要和平相處 結果請問後來有在和平相處嗎 沒有嘛 而且烏克蘭跟俄羅斯開戰之後 法國跟德國第一時間的反應也是說哎呀不要啦 你們回到明斯克協議的那個狀態之下 請問普丁有理他嗎 沒有理他嘛 這就是前一陣子為什麼德國之聲的總編輯 在訪問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時候 他會說獨裁者硬要侵略你的時候 你跟他簽過任何東西 請問會有效嗎 都沒用 現在看起來沒用嘛 因為俄烏戰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嘛 普丁就是最好的例子嘛 最好的他們版本的和平協議叫明斯克協議嘛 那所以國民黨過去在講的兩岸要簽和平協議 請問簽了之後 像習近平這樣跟普丁好來好去的人 如果他今天真的要侵略你的話 請問那張協議對他有任何拘束的效果嗎 沒有嘛 所以如果不簽去簽所謂的不投降承諾書 這件事很白癡的話 那請問簽兩岸和平協議書這件事白不白癡呢 更白癡吧 看起來是更白癡的行為嘛 所以相較之下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喔 兩岸和平協議有一方是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操支不在我們手上喔 這個不投降承諾書 至少你簽了之後呢 選民是可以檢視你的喔 簽完之後 如果兩岸有任何狀況的話 這個東西是可以檢視你政治人物的行為 那所以你這個時候說這個東西是很白癡 那我請問你這依據在哪裡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講說 在這一次一選舉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講完講這句話 講出來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的目的當然是要講給深藍的選民聽了嘛 這個模式其實跟誰很像 他這其實跟黃珊珊操作的模式有一點相像 什麼意思呢 柯文哲也不想簽這個不投降承諾書 然後黃珊珊呢 明明要去想要有深藍對你的好感 所以去講一個湖南出來 但湖南講完了之後呢 又怕引起中間選民覺得說 那你這個看起來會不會是很刻意的操作 所以他再去把湖南講的是內湖跟南港叫做湖南 那這個行為其實就是一樣嘛 你又想要刷深藍的選票 但是又不想讓人家學刷代聲 我要擺回來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蔣萬的模式跟黃珊珊的模式 基本上在我的解釋都叫選戰模式 可是面對到國家議題的時候 面對到現在活生生非常清楚的兩岸之間 會不會變成烏克蘭跟俄羅斯狀態的時候 不投降承諾書絕對不是一件白癡的事情 身為首都市長 現在首都市長自然 其實你有這個表態的這個權利跟義務 因為我們怎麼知道 萬一選出了一個台北市長 萬一呢又去搞親中 又是有什麼把柄在人家手上呢 或是說跟中國的關係呢 這個勾勾敵然後牽扯不清呢 正好這個蔣萬可以說什麼 簽這個所謂的不承諾 不投降承諾書是很白癡 可以這樣子講嗎 這是考驗台北市民的智慧嗎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我很懷疑為什麼會有人不簽 你懂為什麼這是一塊 另外一塊我覺得啦 黃珊珊最近也很怪啦 怎麼在這時候講自己是湖南人呢 很怪嘛對不對 他為了要拉深藍選票 他說他因為跟宋先生 以前都是中國湖南人 所以我們的感情特別好 所以加入了親民黨 我聽到說我以為我回到1996年了 你知道嗎 我以為是這種黃大洲大戰陳水扁 跟趙少康的時代 2022年的選舉還有人講 自己是湖南人的 很匪夷 這是非常倒退的 這是至少倒退30年以上 倒退30年嘛 我現在在綜合選 我有可能說我是銅鑼鄉長的兒子 孫子嗎 不可能吧 我講我綜合在地38年嘛 你選台北市民 你一直講說你在台北耕耘了多久嘛 一定要追求所謂在地認同嘛 你怎麼可能會講湖南人 我覺得非常非常怪 那更有趣的事情是 蔣萬安啊 這種還去酸黃珊珊 說應該堅定自己的立場 不應該隨時改人設 你連信都改了 你還去酸人家改人設 你連血緣DNA都敢改了 而且我講句難聽一點 你黃珊珊沒有 你蔣萬安沒有在改人設嗎 沒有改人設 你為什麼要去吃小吃 為什麼要去菜市場 你不都改你自己貴公子的人設嗎 對不對 你憑什麼嘛 你也在自己偷偷改人設 你連信都改 你連祖先都改 然後你改完之後呢 你說黃珊珊你改人設 我不應該這樣 這太奇怪了吧 所以黃珊珊又回去嘛 他說我們對自己的出身 從來不會去攀附其他人 對吧 他就要講他蔣家的這個 蔣家攀附其他人嘛 那我要講個最後結論 太low了吧 我們是怎樣 國小在比吵架王冠軍是不是 對 哎 首都市長 搞到 在一個講自己的湖南人 另外一個是笑他改人設 另外在回宣說 哇 你改姓名 太low了吧 我們牛肉在哪裡 對 台北市是正 台北市我不諱言說 現在國家的競爭是 國家內超一流城市的競爭 英國你想要是倫敦 日本你想要是東京或大阪 然後在美國想要是紐約 或者是洛杉磯 現在是超一流的城市強 國家就強 對 中國什麼時候強的 辦完北京奧運跟上海私伯 中國強起來 中國什麼時候弱 不是去年疫情哦 是今年北京跟上海封控後 讓真正在中國的外商跟外資 其實發現中國是個不可信任的市場 我要講的是 台灣未來拿出的名片是台北市哦 我必須要講 我對不起新美市民 我也對不起台南 台南市什麼 可是我必須說 我們的首都就是台北市 要選台北市市長的人 你在那邊跟我講 我是湖南人 你改人設 像小學生吵架一樣 請問你對於市政的願景是什麼 尤其黃珊珊是副市長退 他已經當過四年副市長 蔣萬安從選立委的第一天 就知道他要選市長 準備了六年 你的牛肉 你對於台北市願景在哪 對 反而城市中 確實是有提一些政策 那些政策我記憶猶新嘛 對不對 難道你要說台北市 邁向超一流城市是輕盈共居嗎 還是坐公車可以APB預約 不可能吧 我們的大規劃大輪廓是什麼 我再講一個 2018年姚文智當然選不好 可是我到現在我還記得姚文智 在民進黨初選的時候做了一個動畫 告訴大家什麼 松山機場的遷移 對不對 他把整個松山機場遷移以後的動畫 輪廓台北市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做完之後 支持度上升 姚文智過了這個民進黨黨的初選 所以台北市市民會看政策的 會看牛肉的 會看未來願景的 拜託不要再像小水生一樣吵架 講萬安說呢 去簽那個不投降承諾書 他覺得很白癡啦 然後又說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去投降 真的是這樣子嗎 藍營有一大堆人都是在那種投降論 要請教除英了 現在我們就說 國民黨有沒有可能去投降呢 那明明現在有一個 由英美日30個國家組成一個 跨黨派國會聯盟 要組成這樣一個聯盟 那個目的就是要對抗中國嘛 那現在聽說國民黨不願意加入是不是 讓台灣沒有辦法成為會員國嗎 我覺得這個狀況其實 大家只要是了解國民黨一路走來就知道 他們只要遇到中國就是腿軟的嘛 包括像我們前一陣子 國民黨不斷不斷的在打這個疫苗的時候 就講說是民進黨的政府 包括我們阿中在擋疫苗 但事實上我從這個禮拜二 我在民進黨的黨團開了記者會 我就說真正擋疫苗的人是誰 是中國有擋我們的BNT 因為我們本來其實是在2021年的1月 我們就有機會拿到BNT 但後來為什麼要拖到年中 才變成是說透過像鴻海啊 呃台積電啊 然後最後慈濟啊 一起加入變成是政府跟民間合作 最重點就是前面那一段 中國在擋我們的疫苗 讓我們簽約簽不成嘛 然後要我們一定要去跟這個上海復興啊 繞一大圈啊 不是原廠原地直送 可是你看國民黨去選擇性的失憶 或者是忘記就不敢想起來 一直講說包括阿中在內的衛福部的團隊 友人湯髒王法 那你就會發現說 國民黨只要遇到中國就轉彎 所以包括了現在我們的 美國要通過這個台灣政策法 他也會這樣 包括了像現在你剛剛提到的 30國的這個跨國的聯盟 為什麼會受阻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加入來對抗中國 也是這樣啊 因為國民黨他就是不敢表態 所以講萬案讓人家一眼看 講萬案為什麼不去加入呢 他為什麼不去加入 他身為一個台北市的市長 首都的市長 他就先說我今天可以抗中保台 我可以來簽啊 那他居然還敢講說 這個簽了是很可笑很白痴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之前曾經也提質疑過 就是在蔣萬案的團隊裡面 他其實是有什麼 一帶一路辦公室的這個成員啊 所以對於蔣萬案來說 他當然不敢簽啊 他的成員裡面都有過去在行銷 要做一帶一路的人 對 跟中國關係這麼好 我告訴你蔣萬案不敢簽 這不只是不敢跟台北市民做承諾 他更是要做給中國看啊 未來他成為台北市市長之後啊 他未來他的態度是什麼 如果他現在簽了 那以後的所謂的雙城會談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完全不敢表態 我們要知道他的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 他的立場就是擺明了告訴你 就是他面對中國 他就是腿軟的 甚至於他裡面一帶一路的成員都準備好了 接下來的下一步是什麼 會不會成為新的買辦中心啊 這個是大家都要質疑的 如果你面對一個像我們自己 國人表態的抗中寶胎 你都不敢的時候 而且我要強調的是哦 當然除了蔣萬案之外啦 黃生山大家也不要掉精心啦 黃生山講那個湖南人 對以前呢 要去討好中國嗎 是當然啊 而且他現在轉頭講說什麼 他說他是內湖跟南港 那如果是這樣 黃生山 我跟你講 你就去選立委就好啦 你先選台北市長 你就回去選港湖立委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哦 現在台北市的選舉很奇怪啦 國民黨派出來的這一個蔣萬安呢 他是怎麼樣 他是好像要爭取衛福部部長一樣 他自己呢 當了立委六年多 然後當了兩次的未還委員會的招委 他對於這些過去疫苗的買賣啊 過程啊等等 他自己都是看過相關的數字 而且還召開過相關疫苗 採購的這個會議的 結果他現在翻舊帳 而且不認帳 只要跟中國有關的 他就選擇忘記 或者是害怕想起來 我根本都認為 如果你要選市長 你就乾脆辭立委好了 反正你立委也做不好 可是立委做不好的人 台北市民要選擇他嗎 那至於黃生山呢 也是這樣 面對中國的立場呢 現在為了選舉 好一方面要討好年輕人 我們也知道 其實哦 他就是柯文哲第二啦 他現在很會講這種 女性柯文哲的話 比如說講到疫苗 他就講什麼 這謀財害命啊 但是問題是他用這樣聳動的字眼 去吸引大家目光之後 但是他經不起檢驗哦 隔天媒體問他說 那你的BAN是誰 你的特權疫苗是誰 然後追問你說你是誰 你是哪裡人的時候 他過去敢講我是中國湖南 現在轉一個身 我變成是內湖南港 所以對於這兩個人 他們的對於中國的立場 對於台灣價值這個部分 他就是變來變去變來變去 對 所以我覺得身為市民 你要檢驗的時候 如果你連台灣的基本價值 你都無法守下去的候選人 真的太可怕了 好再來關心張上正呢 幫能委會做的研究計畫 他說保密 終身保密 不面對抄襲的爭議 現在契約的條件 已經完整曝光了 打臉了張善政 根本沒有所謂的終身保密 而且農會今天出來開記者會 說有六頁高度雷同 來正好 這是給張善政定了死刑嗎 也沒有啦 就是完成法定程序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農委會處理方式很簡單 你根本不需要說什麼 施壓農委會 陳其中也不用怎麼樣 很簡單 我覺得陳其中就把農委會的 這個公務員叫過來 他就想依法處理 當然就完蛋 因為我們比對太多了嘛 一大堆有問題了嘛對不對 所以農委會 原本這個案子能過 坦白講是運氣好 或是說有看不到的力量 現在農委會如果是 依法處理這個案子 當然就完蛋了嘛 太多雷同了嘛 太多抄襲了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比對出來嘛對不對 不是六頁喔 是六份喔 六份喔 六份 什麼六頁 六頁就一點點 六份 六份有高度雷同 然後呢 請張認證來說明嘛對不對 那張認證也說 他會去說明 但是喔 因為這個 離開宏基太久 有些資料不見得在 那好 那你這樣的話 那沒關係啊 我尊重你嘛 你盡量來說明 你還不好好找資料的話 那結果是什麼 判定如果你真的抄襲的話 那你下課了嘛 對 因為這些都是張認證的問題嘛 張認證從面對這個議題的時候 就很消極 要嘛不開記者會 說適當的時間在開 危機處理 哪有什麼適當的時間開 越早就是越適當 危機處理就是馬上啊 第一時間就是適當的時機嘛 危機處理就這樣 哪有什麼適當的時機 第二件事情 還瞎扯說什麼終身保密 現在貼出來嘛對不對 第十條第二項 本計畫非屬敏感的科技項目嘛對不對 非屬敏感 我們都幫他弄起來了 非屬敏感 不敏感就不用保密 還終身保密 我都聽到專事保密說 你怎麼可能講這種話嘛對不對 那個美國總統被暗殺 都沒終身保密耶 美國連外星人51區的都解密了耶 他們去公正聽證會解密耶 所以這瞎扯嘛 真的瞎扯嘛 你這東西 你一路上國民黨的辯護 都荒腔走板嘛 什麼適當的時間在開啦 終身保密啦 農業界的講經過 沒有一個能聽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清楚 張認證真的會受重傷 農委會拿出資料 六份資料高度雷同 那現在是不是要按照合約去進行 那是不是他如果有抄襲或剽竊 那他要負責任了 當然因為張善政是計畫主持人 是非常清楚 所以呢 為什麼這個案子 要請計畫主持人要去說明 昨天30號要去說明嘛 所以不論你張善政可以說明到什麼程度 但是你所謂的六篇雷同 這是非常離譜的 然後除了六篇雷同以外 還有所謂的舊數據 那這個舊數據該怎麼去說明 我覺得這個真的 張善政要跟大家講清楚 9月30號要去農委會說明 沒錯 那在這個之前他應該可以說明了吧 對 當然就是說 還是他說這保密 他不能講 這問題就來了 所以現在大家就是一頭霧水嘛 到底張善政你簽的合約 是跟誰簽的嘛 你應該是跟農委會簽的啊 農委會從頭到尾都說奇怪 就沒有保密的問題 你為什麼一直說有保密嘛 所以張善政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就不知道在跟誰對話嘛 所以呢今天就有人爆料嘛 那爆料完之後 然後就去跟農委會做確認說 這到底是人家爆料說 這裡面啊 我剛好也有這份資料 因為是爆料完 我們才去跟農委會引進 被爆料就不是新聞了嘛 我們就要了這一些契約 所以農委會現在都已經比對過了 都比對過了 這是契約 就是說這個張善政一直在強調的 強調的所謂保密的問題 我們給大家看 剛講的 他沒有保密的問題啊 因為本計畫研究內容就是 非屬敏感的科技項目 所以非屬敏感科技項目他就不是 從90 這是97年 96年98年的全部都是非屬敏感的科技項目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就沒有保密啊 所以呢 現在張善政只是為了要去擦脂摸粉 然後為了要掩蓋所有 他們整個計畫抄襲的事實 所以他就是有說 我沒辦法說啦 這是保密合約啦 現在已經證明了不是保密合約 所以拜託張善政 這個參選人 請你馬上召開記者會 因為你已經說嘛你在好久好久之前 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就說你要召開記者會 一五一十跟大家報告 那你就一五一十跟大家報告 在你向農委會報告之前 就把所有的資料公開 讓大家來攻斷 來 意思是說這什麼招工啊 張善政現在沒辦法說 還要繼續編造故事 必須繼續說謊嗎 我主持這種研究計畫 政府委託了至少20件 當計畫主持人 這一種本來以為說這個契約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結果今天一看 就是很自視的 我們現在所有政府採購的 這種契約大概都長這個樣子 就只有題目不一樣 時間不一樣 付款的條件不一樣 其他都是長的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 的這個高深的學問在裡頭 也沒有什麼好保密 張善政這三年的計畫很清楚 他就是農委會委託他 去收集一些資訊 然後給一些具體的建議 就是兩件事 收集一堆資訊 然後給具體的這一個建議 建議分析 那問題說張善政在找 這一些資料的時候呢 他整本操過來的時候 他並沒有很完整的說明說 這是從哪裡來的 從哪一個國家來的 然後從哪一本報告來的 張善政他是我台大土木系的老師 你就跟大家說 我這個地方 他是台大土木系的教授 然後我跟鄭運鵬都是他的學生 這樣子喔 那這個他只要跟大家解釋說 當時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引用了非常多的文獻 那有一些地方沒有注明到 這是我計畫主持人的錯 這件事情就沒了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了 這種計畫每天在這一個 政府委託的計畫裡頭 非常非常的多 他只要出來說 我當時因為做計畫主持人 那我有很多的助理 有很多血統的主持人 大家一起在寫這個報告 恐有疏漏 這也不是這個多大的 這一個災難或者是壞事 可是我覺得他的態度很奇怪 他把他處理成災難嗎 他是很輕蔑 他就覺得這不是多少錢 對他來說這不是多少錢 這計畫我也一直在做 你們現在來跟我這個 這個吹毛求疵說我這樣 怎樣 大家不都是這樣嗎 他那種態度是這樣 那他講的部分有部分是對的 他是說 這個案子因為是宏基簽約的 要嘛就宏基講 你不要叫我講 問題是在合約裡頭 寫得很清楚嗎 他是計畫主持人 宏基跟計畫主持人 都要一起負這個責任的 這種計畫常常做完之後 拿去發表論文 發表論文的備註欄裡頭 一定要寫一句話 說我這一篇論文 是哪一個政府的委託研究計畫 支持的 補助的或者引用他部分的結論的 都要寫出來 這是政府的要求 政府每一個委託研究計畫 都有這句話說 如果你要用這個報告的內容 去發表論文 你一定要在那個論文的 第一頁的最下面 寫過論文的人都知道 第一頁的最下面你就要註明說 各位你們看我這個報告 其實我這個報告裡面的很多的資料 都是行政院農委會的哪一個資料 編號幾號的資料 我大部分從那裡來的 我這個計畫的調查的經費 這個研究的經費呢 是那裡補助來的 政府也想要沾點光 可是可能沾上正在處理這些課題的時候呢 他就沒有這樣做 可是他忘了 他還是台納土木系的教授 他怎麼可以忘掉這種事情 伊串兄那他是台納土木系教授 農業電子化到底懂不懂啊 這就很奇怪嘛 我可以說他門外漢嗎 農業電子化 哪一樣他是在行的 他這幾個計畫在執行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在網路世界裡頭 那個Google去抓資料 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那個年代 所以他必須去 他必須收集非常多資料 有時候跑去哪裡印 跑去德國買 跑去美國 這個都是成本沒有錯 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現在網路上 都可以抓很多國際上的資料來 所以當年農委會去委託他做這個計畫 其實他是委託紅機啦 就是說這個得標的廠商去投標的時候 這個案子投標的不是只有紅機 第二年第三年 就用同樣的研究方法 同樣的研究的這個方式 要求的項目 讓沾上正繼續去蒐集 第二年第三年的資料 那他最後的這個結論 如果他最後這個結論呢 還是抄襲別人的報告 這事情就大條了